大家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我是薛蘭 今天是美東時間8月24號 星期三 來看今天給您帶來了哪些最新消息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盟友 24日 他卻在烏克蘭獨立日表示祝賀 而被認為與普京是夥伴關係的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則表示 支持烏克蘭的領土完整 反對俄羅斯非法吞併克里米亞 專家認為 普京或會接受停戰協議減壓 23日 埃爾多安在克里米亞平臺峰會的視頻講話中說 克里米亞是烏克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本質上是國際法的要求 土耳其不承認對克里米亞的吞併 從第一天起就公開表示這一步驟是非法的 這不僅有法律基礎 也有道德基礎 保護烏克蘭的領土完整 主權和政治統一 對全球的安全和穩定都至關重要 23日 澤林斯基就對媒體誓言 要奪回2014年被俄羅斯吞併的克里米亞 臺灣淡江大學外交系主任鄭欽摩對希望之聲表示 雙方的軍力對比還是很懸殊啦 那除非西方能夠大量援助重型的武器 否則 烏克蘭要全面擊退 來犯的二軍 恐怕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那西方呢 又忌惮俄羅斯的核武 所以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仍然相對保守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很難去判斷 會有很快的勝負 那我想還是有可能 它是一場僵持不下的消耗戰 臺北海洋科大通識中心副教授吳建中表示 俄羅斯希望戰爭能夠拖久一點 透過石油去制裁這些歐洲國家 所以我想這個西方社會不會讓這樣一個消耗戰 消耗到這個冬天為止 鄭欽摩則認為 所以目前比較有可能的我的判斷 古今傾向接受停火協議 它甚至可以接受部分撤出烏東地區 來尋求戈茲克里米亞的議題 來緩和目前的國際壓力 甚至可以減輕西方的制裁 使俄羅斯在西方制裁下的殘破的經濟 可以逐步的復甦 吳建中判斷 接下來俄羅斯會整理戰場 他說 也就是說把它的主力部隊 可能會移往這種烏克蘭東部的 這個原本的占領區或克里米亞這些地區 來宣稱它的獲勝 因為畢竟消耗戰打下去的時候 對俄羅斯的總體國家勢力來講是不利的 24號是烏克蘭獨立31週年紀念日 美國和歐洲各國同時加強對烏克蘭的支援 而英國首相約翰遜到基輔與澤連斯基會面 承諾一項進一步軍援烏克蘭的方案 另一方面 北約30國代表在北京集會 紀念烏克蘭獨立31週年 法新聞報導 當天約翰遜突然到訪基輔 他告訴記者 烏克蘭人民抵抗意志堅定 那是普京不能理解的事 你們捍衛自己和平 自由生活的權利 這就是烏克蘭將會勝利的原因 約翰遜與澤連斯基會面時 承諾提供烏克蘭價值5400萬英鎊的方案 並在推特上寫道 英國會繼續與我們的烏克蘭友人站在一起 我相信烏克蘭可以 並且將會贏得這場戰爭 同天 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在推特上說 在烏克蘭獨立紀念日 我深感驕傲地與烏克蘭駐華大使館 臨時代辦列欽斯卡 和北約所有30個成員國的代表一同在北京 向6個月以來為抵抗俄羅斯殘暴非法入侵而奮鬥 捍衛自身民主的烏克蘭致敬 他還貼出北約30國代表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門前 展示烏克蘭國旗集會的照片表示說 我們與烏克蘭團結在一起 23日 澤連斯基在克里米亞平臺峰會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烏克蘭將收回被俄羅斯佔領的克里米亞 不需要跟任何其他國家協商 烏克蘭目前還沒有準備好與俄羅斯進行停火的談判 因為烏方不想重複民斯克協議的負面經驗 美國官員表示 美國將宣布對烏克蘭提供約30億美元的新安全援助計劃 這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一系列援助計劃 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的美國軍隊留在歐洲 幫助訓練和裝備烏克蘭軍隊 資助他們在未來幾年內的作戰 自戰爭以來 美國已經向烏克蘭提供了約106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德國政府發言人表示 德國將在2023年向烏克蘭提供另外5億歐元的軍事援助 斯洛伐克將捐贈烏克蘭30輛BVP-1步兵戰車 瑞典首相安德松則承諾 瑞典政府不久將提出進一步的全面支持計劃 法國總統馬克龍敦促國際社會 面對俄羅斯的侵略行為 表現出毫不軟弱毫不妥協的精神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表示 這是一場意志之戰 也是一場後勤之戰 我們必須長期保持對烏克蘭的支持 使烏克蘭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取得勝利 23日 波蘭總統杜達再次到基府 與澤連斯基會面 杜達強調 克里米亞屬於烏克蘭 波蘭人與他們在一起 並將支持他們直到戰鬥的最後一天 時平人藍述認為 誰頂不住 誰就會輸掉這場戰爭 近日 推特公司前資安長扎特科出面爆料 推特公司的資安管理鬆散 讓推特容易受外國政府利用 包括收取中共資金 甚至或許已經有外國的特務 領推特的薪水在活動 上個月 扎特科向國會、司法部和聯邦主管機關 提供了近200頁的內幕資料 《華盛頓郵報》CNN共同揭露了這些爆料內容 扎特科指控 推特領導階層隱瞞重要的安全漏洞 欺騙大眾 網路安全管控薄弱 以及高層判斷利差 已經一再讓推特暴露在外國情報活動風險下 現任執行長亞格拉沃等推特的高層在知情下 為了追求短期成長 致用戶和員工於風險中 CNN24日報導 扎特科指稱在他被開除前不久 美國政府向推特提供具體證據 顯示至少一名或許更多名公司的員工 正在為其他政府的情報機關工作 公司也收受不明中共實體的資金 使他們現在可以取用可能最終 使中國用戶身份曝光的資料 推特高層明知有危害中國用戶的風險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幾個月 當時擔任推特技術長的亞格拉沃 向扎特科提議 為了讓推特的俄羅斯用戶增加 建議公司遵守俄國的要求 俄國的要求可能導致廣泛的內容審查或監視 扎特科指出推特現任執行長甚至曾建議推特 成為普京政權的同謀 這一點就足以令人擔心推特對美國國安的影響 爆料還指出印度政府曾成功的 所謂強迫推特雇印度的特務 這些特務由於推特基礎架構的漏洞 會有管道取用推特大量敏感的資料 而公司在其公開的透明度報告中隱瞞了這一點 扎特科曾以March之名響於駭客界 2020年11月出任推特資安部門主管 直到2022年1月被開除 近日 韓國駐香港總領事白龍天直言 如果香港變得與中國一樣 沒存在必要 《南華早報》24日報導 2020年到任的白龍天說 過去兩年 香港執行的防疫政策 已經使得韓國企業卻步 北京立主在2035年 使福源達5萬6千平方公里 涵蓋廣東省9個城市 與港澳的大灣區開發計劃 但此刻看來 這項計劃相當諱暗不明 這就是中國市的治理 中央政府只會丟大藍圖 然後就交由地方政府去鋪陳細節 所以到頭來 就變成只因為中央政府 推動一項全面發展計劃 廣東與港澳這些地方政府不得不動起來 而一切都還是一片空白 香港維繫國際地位的唯一可行之道 就是深化既有的獨特性與競爭力 而不是指藉由政府規劃的工業區方案 融合港澳與廣東省的大灣區開發 是習近平的謀劃 但《南華早報》先前已經報導 中港兩地格格不入的分歧難融合 恐怕使得大灣區開發計劃 原本被看好的潛力難以發揮 白龍天指出 對在香港經商的韓國企業主而言 最迫切的需要就是 往返廣東與香港的陸路運輸正常化 現階段 兩地的往來因為邊界 採行嚴格的防疫措施而受阻礙 這個都辦不到 其它都不可能 總而言之 香港的優勢就在於自由 開放 並與國際社會廣泛交流的競爭環境 香港是韓國第四大出口目的地 白龍天說 由於陸路運輸的封鎖 導致50家銷售網路 在中國的韓國企業營運被打亂 總領事館與韓國貿易投資 振興公社協助他們另謀出路 而韓國的服務業與旅遊業 也因為香港執行的防疫措施而慘遭波及 很多知名的服務與旅遊業者 紛紛結束在香港的據點 收攤回韓國 就算留下來的 還沒有走的 則是展開裁員 並調度員工到其它地區 23號 NBA布魯克林攔網官方發布聲明 球隊與當家的球星杜蘭特將繼續合作下去 這意味著 持續了近2個月的交易鬧劇正式落下帷幕 下個賽季 杜蘭特將携手歐文 帶領籃網繼續衝擊總冠軍 今年 NBA自由球員市場開啟首日 33歲的杜蘭特向籃網提出了離隊申請 杜蘭特被公認為是當前NBA排名前三的球員 在他提出交易申請之後 短短幾個小時裡 聯盟中已經有超過一半的球隊向籃網尋價 8月初 杜蘭特與籃網的老闆 蔡崇義進行了會面 杜蘭特要求球隊解雇總經理馬克思和主帥納什 結果被老闆拒絕 對於籃網來講 必須對未來做出抉擇 是繼續爭冠還是重建 不過雙方的目標是一致的 就是衝擊總冠軍 雙方再次會面 對未來的合作 進行了重新的討論和評估 主教練納什道歉 並向杜蘭特承諾 新賽季會拿出來一套有效的戰術體系 來幫助杜蘭特盡快的奪冠 籃網管理層則承諾 三年之內 籃網一定要奪冠 並答應杜蘭特提出的一切要求 只要他想要的球員 球隊一定會盡可能滿足他 休賽期 杜蘭特申請交易 雖然給球隊帶來了很大的麻煩 但籃網補強運作一直在有序的進行 籃網對陣容進行了年輕化改造 上個賽季年齡超過30歲以上的角色球員 只剩下米爾斯一人 再加上西蒙斯準備新賽季滿血歸來 籃網的實力將明顯大幅提升 最終 杜蘭特發現只有留在籃網 爭冠的機會才最大 留隊也就成了他最好的選擇 現在距離新賽季開始還有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杜蘭特選擇收拾心情 重新回歸球場 應該是個明智的選擇 以籃網賬面上的實力來看 他們在東部仍然是屬於奪冠熱門 觀眾朋友 歡迎就今天的新聞內容 在視頻的下方留言討論 和我們分享您的觀點 希望之聲是非營利機構 您的每一份捐款對我們都是莫大的支持 您的一份支持讓我們將真實的聲音傳播的更廣 感謝您的收看 下次節目再見